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吓带着袁大娘和轩儿匆匆离开房间 旁边的小月儿中传来女子的惊呼声 惊吓知道地车那几个人闯入丫鬟的住所 她虽然担心丫鬟们的安危 可是如今这种情况 她孤身一人 而且身怀六甲 哪里对付得了三个杀手啊 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要赶紧去找护卫 惊吓一手拉着袁大娘从两个门穿过 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终于来到陆府的前院 陆府前院是通向陆府正门的 前院两次的厢房有护卫居住 门口有人执守 且府里男丁都住在前院里面 惊吓终于找到一个刚刚解了手 正准备会门口执守的护卫 告诉她有贼人闯入 命她将所有手中护卫 不管是一间执守 还是已经在府中心下的都集中起来 让一部分人赶去陆府后院 支付贼人 另一部分人守在前院之中 护卫了领了命 由一个领头的带领十几个人往后院赶去 惊吓又命一个下人赶去朝狱 告知陆毅府中出了事 羊 羊儿呢 袁大娘拉着惊吓的手对她颤抖着 娘你别管了 你和轩儿待在这儿 这里有护卫守着 还是安全一些 惊吓不敢将燕儿被人录走的事情告诉她娘 事实上她也不知燕儿被人的去何处了 她心里激怒惶恐不安 可是如今府里人手不足 而那些杀手都是亡命之徒 没有一个好对付的 实在是没有人手能够抽出来 去追捕陆索燕儿的人 她刚刚在让下人去告知陆毅时 春月那娘没注意 小生吩咐下人 告知陆毅燕儿被人录走的事情 有仅一位去追捕陆索燕儿的人 应该是更靠谱一些的 不过她也实在没办法 在府里待着什么都不做 她想出去找燕儿 她的追捕综术是可以用上的 可是离开了府 她又放心不下袁大娘和轩儿 她正纠结时 突然听到嗖嗖几声 守在前要着五流名护卫 中间倒地 剩下的十个护卫紧张起来 直到向四周张望着 四个黑衣人扔到手中弓箭 手持长刀自屋顶翻越下来 如同鬼妹一般冲了过来 与护卫交手 看着几个黑衣人的身手 府中护卫根本不是对手 即便护卫不多 怕也撑不了多久 静下心脏碰碰直跳 看了演员大娘 以惊吓得眼色惨白 倒是轩儿 十分的淡定 这样下去 怕是撑不到路易赶回来了 惊吓心急如焚 一个黑衣人 在突破两个护卫的围堵之后 静止朝惊吓等人冲了过来 惊吓身子笨重 来不及躲 只能硬着头皮 与那黑衣人交了手 有两名护卫 发现了夫人的危险 赶紧冲了过来 有两名护卫挡着 静下刚松了一口气 却听到原大娘一声尖叫 他回头一看 一名黑衣人已经膨空 踩着护卫肩膀 朝原大娘和轩儿而去 长刀闪着寒光 直至地朝着 一老一笑砍去 静下心脏骤停 用尽所有力气扑了过去 张开双臂 将娘亲和孩子护住 他本想拥有原大娘和轩儿 躲开黑衣人攻击 可还晚了一步 他的后肩膀被划了一刀 虽不知命 但还让他痛得心都一颤 静下人的疼痛 又见所有力气 用了原大娘和轩儿 移动到一旁的树下 血液从刀口渗出 如是的衣衫 他们还来不及喘息 那黑衣人 已经直到带渡袭来了 后面是院墙 没有任何可以避身之所 引剑者怕是躲不开了 惊吓本能地用身体 挡住了轩儿和原大娘 刀刃得寒光逼近 惊吓直觉 今日之祸怕是躲不掉了 只听得一声刀剑相撞的清脆声 惊吓睁开眼睛 只见刀已经落了地 他抬眸之时 一个人影已经挡在他的身前 将他护住 大人 惊吓的眼泪涌了上来 刚刚即便再危急 他都一直强迫自己保持镇定 可是看到他出现的瞬间 他紧绷的神经 才终于松了下来 露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 害怕和不安 他其实很害怕 害怕他护不了自己的娘亲孩子 害怕陆府今夜 陷入血雨腥风 而他这个陆家主母 却不能护住陆家的人 你受伤了 陆毅看到惊吓肩膀处 被血染尽的烟红色 力气和怒气 让他的脸色变得铁青 没事 皮肉伤 惊吓有些站不稳 双腿微颤 陆毅扶着惊吓 让他靠着树干 回眸看向那黑衣人 冷冽的毛子里 尽是杀气 那黑衣人虽是亡命之徒 可是却还是被陆毅的眼神震慑到 近一位陆毅的大名 即便是他们这样刀尖舔血的人 也是发述的 他们这些亡命之徒 也是因为知道陆毅今夜不在府里 所以才会接下这个买卖 他们本以为 即便不能将陆毅的妻儿生擒掳走 也能下手杀了他们 而陆毅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肯定是不能得手的 为今之计 只能拼了命逃走 那黑衣人想要腾月跳出院墙 却被陆毅擒住 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喉骨碎裂的声音响起 那黑衣人的眼球突起 口中冒血 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袁大娘被眼前的情景 吓得脸色惨白 今夏已经一手捂住了 轩儿的眼睛 不能让他看到爹爹杀人 这会让轩儿感到害怕 可是轩儿却扒着娘亲的手 似乎很不满意 娘亲捂着她的眼睛 其他的黑衣人 看到陆毅的出现 都有些慌了 纷纷要逃离 却被随后赶来的层服 和一对锦衣卫 堵住了去路 形势被控制住 今夏的手 一直没有松开轩儿的眼睛 生怕他看到地上的尸体 给我活捉了 陆毅吩咐道 层服领命 带着随行锦衣卫 将几个黑衣人 团团围住 陆毅回到今夏身边 刚要去抱他进屋 却被他紧紧地 抓住了胳膊 胭儿被他们抓走了 快派人去救他 金夏的声音带着哭腔 如今虽然安全了 可是他的胭儿 却不知所踪 放心 胭儿很安全 在我们赶回来的路上 已经被救下来了 陆毅看着金夏发白的脸 心里堵得难受 将他横抱起来 往后院走去 房间里 陆毅小心翼翼地 拨开金夏的衣衫 露出来受伤的后侧右肩 伤口又差不多三寸长 雪白的肌肤上 那血色特别地眨眼 他拿起一块干净的布巾 轻轻按住他的伤口 金夏疼得身子一颤 却咬着嘴唇 硬是没发出声音来 片刻后 布巾被血染红了 那烟红的血色 让陆毅心里越发地疼痛 大人不用出去看看吗 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只是皮外伤 伤口不深 伤了药就行 金夏知道他心里难受 他心疼他 可是现在可不是时候 他还需要去处理 更重要的事 对不起 我来晚了 陆毅内心无比地愧疚 也感到特别地后怕 如果他再晚来一会儿 恐怕他就要失去妻儿了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你看大人赶到的时候 正好救我一命 这不正巧了吗 金夏转过身去 对陆毅微微一笑 陆毅明白 他这是在安慰他 他轻叹一声 吻了吻他的额头 有人敲了敲门 层服的声音 自外头传了进来 大人 所有潜入府中的贼人 皆已抓获 属下已经命人 搜查了府中每个角落 刚确认安全 把人都带进赵狱 陆毅吩咐道 孟府那边 派人去把孟寒川 抓紧赵狱 若是有人反抗 各杀勿论 是 曾府领了命离开 今日潜入府里的黑衣人 是孟寒川搞的鬼 是吗 金夏问道 孟寒川已经是秋后的蚂蚱 如今李侍郎已经认罪 且把他也攻了出来 孟寒川只好孤注一掷 想要拿捏住我的软肋 以此来威胁我 压下对他不利的阵拱 陆毅的拳头握紧了 一想到金夏和他的一双儿女 差点出事 他就恨不得立刻将孟寒川 千刀万剐 大人快去忙吧 叫人请我移过来 给我处理伤口就好了 金夏知道 陆毅现在很忙 他顾着他 自然也就要将 昭玉那边的事暂时放下 你现在身体感觉如何 陆毅摸了摸金夏的肚子 如今他已经怀孕八个多月 经过这一夜的惊心动魄 他真担心他动了胎气 若是早产了可怎么办 我没事 你看我现在不是还好吗 这孩子皮实着呢 金夏双手轻抚自己圆鼓鼓的肚皮 见陆毅还是一脸的不放心 只得再开口道 放心好了 我不会因为不想让你担心而骗你 目前来看 真的一切都好 我的肚子没事 就是肩膀真疼 大人快去命人找我移过来 好 陆毅摸了摸金夏的脸颊 起身去柜子里取了一个小瓷瓶 放到床头小机上 这个药很有效 让灵毅给你处理伤口后 上些药 知道了 金夏点点头 陆毅垂目看着他发白的脸 抚下身来 亲了下他的嘴唇 拉过被子 将他的身子裹住 然后才离开了房间 金夏坐在床上 觉得浑身无力 想要躺床上歇一会儿 可是肩膀的伤口不能压着 只好小心翼翼地 斜着身子躺下 牵扯到伤口时还是疼的 他醋了醋眉 联系 联系 波中